我比較喜歡學姐 我知道我會喜歡 因為她很漂亮 她就這樣 口宅一個人還要多磨練 會知道學姐跟泛雲 就是她們的曝光率好像比較高吧 比較有印象的話就是憲龍姐吧 因為她是韓國瑜的發音樂 就偶爾會聽到說憲龍姐又講了什麼 有點奇怪的話這樣 學姐吧 因為覺得她講話比較直接誠懇 比較不會拐彎抹角或是有很多心機這樣 我覺得專業能力啊 但是口才當然是行銷自己的一個方面 讓大家可以來認同她 或是更加了解她 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應該都是看外表 但口才跟專業能力我覺得比外表更重要 其實專業能力不會變成新聞的重點 不會有人說誰做得很棒 然後專業能力很強 大家都是比如說某某美女來選立委了 然後某某帥哥來選立委 有像吳怡農 專業的話再來選啊 口才跟顏值都只是其次的條件 因為你選上這個是要幫助大家吧 綜合的評斷就是兩個都會看 政黨吧 對 因為就算你喜歡的人他排在裡面 可是他也不一定很有機會上 政黨題的候選人一定是符合自己現在政黨路線的人選 然後我會覺得說這件事情就可以讓我放很大的心了 現在台灣的政黨看起來好像就是我個人的意願 我想要做什麼 對於這一個所謂的黨的一個終結 我覺得已經比較模糊 現在政黨的執行力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堅實或者穩穩 他提出來的那些立委啊或什麼 當然就是也會遵循著他們說 他們的黨綱或是他們想要講的東西去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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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